这个说是 也少不下三万斩斩 这也不多 我跟你说是 有人相亲谈感情 有人相亲谈钱财 有人结婚为了心灵相伴 有人结婚为了创造熟益 这不 今天这大爷又遇见创收的大妈了 我说你们辛苦了 远道而来 我谢谢你们啊 张大爷 65岁 经营丧葬用品 收入不稳定 但是大爷说了 别看上坟不让烧纸了 这买的还是挺行 一个单身男人 就希望你们能理解 你平时工作是不是挺忙的 忙啊 今天上午还忙 上午 上午始终没歇着 很少有时间收入 很少很少 我老挤是个 一天早上你刚上楼想吃饭 你找回家去了 没吃饭 也得干活 完了呢 一天早上 一上午 今天是369这个金明山集 所以很忙很忙 也不需要营销手段 也不能上门推销 一切随缘 行 能挣钱哈 大哥 哎呀 那咱为了晚年 晚年 对我收费啊 不像城里人有退休金呢 完了 大爷没有退休金 这可不好办 不过张大爷交代了 辛苦分到20多年 早就攒下了养老钱 一个人生活枯燥乏味 就想品尝下爱情滋味 晚年生活不能剃头挑子一头热 也得争取爱情事业双丰收 于是找对象 这是就得提上日程了 那你现在想找个啥样的 哎呀 这么大岁数的 说句实在可 找啥样事 就实行实义跟你俩过 高矮 胖瘦 黑白 无论 岁数大点小点都可以 就是必须真心实义 因为我这个年龄 也离不起 也折腾不起 就有个伴 跟你终身到了 我就好奇了 这么简单的要求 为啥单身这么多年了 就说这男人的话水分太大 还说自己不看外貌呢 连穿衣服不识毛都不行 但是大爷就没遇上过心动女生吗 要个周边找一个有可能的 那这老头是做生意的 不经文人的 咱修先生的老头 我妈跟他过呢 怎么怎么的 我也考虑他这个 担心这个 这家伙的 他是过日子的嫌人家不会打扮 会打扮的怕人家惦记你的钱 大老爷们长得麻雀多 心眼太小了 按大爷的说法自己如此挑剔 那前妻一定很漂亮 咋还离婚了呢 那你后来跟没跟他聊过呀 还给大爷整扎心了 漂亮媳妇跟别人了 到现在还是大爷心里沉痛的伤 也不知道今天的大姨 能不能给大爷伤口抚平啊 王阿姨60岁 物能为生 大姨一看就是走在史上的最前沿 红配绿穿的那叫一个洋气 可是就不知道大爷丑入色 眼不眼晕了 大哥 你好你好 介绍一下 你好你好 形象还行 个儿啊 长相啊还行 看来大爷还是喜欢穿着新鲜的 这打扮十分符合老头的胃口 刚坐下老头就表明了自己的目的 经营这么一个店 自己感到这一年挺辛苦 就是咱们想晚年找一个固定的女人 能够陪伴到老 这就是我的找老伴的中心想法 我就想找一个实实在在的 大爷就想找人白头偕老 不想晚年被二次抛弃 但是大妈接下来说的 好像就话里有话了 心情呢是都一样的 单纯说是找人的 都这把年纪了 都想找个老伴 他的是实在过后半生 今天呢我们大老远来的 其实呢也都奔着一个好的方向 好的目标来的 啥意思呢 这是从哪家的新闻稿上抄的词 听着有点迷糊呢 难道没乡中大爷 感觉这么不诚心不咋实在呢 直说我这一般一苦 实在那种一个人 这个也不是会换 就是说这么大岁数也不能加包来 对不对 最起码呢吧 也得有个面子 我有面子 对你也有面子 啥意思呢 场面人要脸 只有粉都要脸 说到哪块 你看一张落头 炸炸的 哎呀妈呀 只能让人夸不得要你说的 我是说这个意思 说是 那是想八台大叫 三叔六礼 还是凤冠狭配 三没六聘呢 要不整点现在呢 礼套开落 锣鼓喧天 但是大妈说不用这么麻烦 差一不二就行 可是直男大爷没领会到呀 按什么标准去说些 按什么 要求你就是 就是高矮胖瘦啊 黑白呀 都无所谓 就是年龄 你上差几岁 上差几岁都无所谓 就让我 大几岁 大了 我不是说那个 就是说你按经济上来说 说是他要点啥 你能承受多少 你先表个态 人家是想问你准备多少钱 你还数上自己预备多少条规定了 是哪买家市场吗 这玩意不得卖家说的算吗 咱们说吧 别说年龄的事 就是 不要多少 念的也得过得去吧 对不对 这个说是 也少不下三万战 这也不多 跟你说是 是不是 现在这个钱 你都不是 你别管我多大岁数 既然详许就得把我当成大姑娘 咱也不想狮子大开口 十万八万都不要 三万块钱不能少 那别说不是个事 挣大岁数 挣钱的机会不太多 到底是不是 发生这个条件 我发生结束不了 我因为 就是老年人 这个 不能说是 用条件去横的人 这次相亲办事效率真高 直办主题谈上彩礼 说钱币老崩啊 大爷说 我这大家大业的 不差这点钱 但这是原则问题 我要是能花钱 早就娶媳妇了 能找你吗 先到你听清楚 别无读你听清楚 我这样才不是拿不起 拿起来 为钱而来 当时我没钱的时候 我能达到一个什么结果 我必须找一个 不为钱 不争钱 而且以后我会 让他得到不少的钱 我是找一个这样的人 大爷说了 必须从我做起改变一下社会风气 搞对象都奔着钱去还能行吗 但是大妈可不干 不图你钱图啥呢 就是奔钱来的呀 有钱你有媳妇 没钱没媳妇 事不是那么回事 对不对 人家就啥也不要 那你啥也不要 咱也不能说是 烟雨白来 这不是这么事吗 不是那么回事 不是说我拿钱就踹架去了 不是那么回事 最起码你得给买点首饰吧 对不对 那个不是钱吗 买点衣裳不是钱吗 对不对 假点吧 你那个印象条件 常不说是散话吗 我说达不到 就是 你刚才说有钱就有喜 我对你这句话 不是报这观点说喜 现在大一对大马 是半喇眼珠子看不上 老蛤蛤打哈欠口气不小 观云长放大批 不知脸红 阎王爷讲故事鬼话连篇 就笨钱还想啥起呢 给自己贴个标签 打个马 直接出售的了呗 我是看中人 确实已经做到了 我必须不让人家 不顾问人家 儿女的希望 和本人陪伴我这些年 我必须给你付出 一个人 他要是说 喜欢这个人 这个 就这两个半天都不说 大妈一听这话 直接就打起了退堂鼓 那还聊啥 下次这种不想花钱 娶媳妇的都别给我介绍了 咱们别提这些事 人家既然说是不想花钱 说媳妇 咱们也就别谈这个 对不对 我也不是说 喀家 大妈的意思呢 最烦的就是大爷这种人 这钱都应该是主动给的 咋还能让人家张嘴要呢 一点不会来事 毕竟大家都一把年纪了 谁不要点面子呢 我这人还非常爱面子 对不对 你就是说 不光给我面子 又给对方的一个面子 管你要钱是看得起你 不给我钱 就是不给我面子 这面子也不用太多 就值三万块钱 难道这些人 都只要面子 不要脸了吗 这不是呢 找到哪都是 人不要面子 他能行吗 对不对 我是这个意思 不值得不 不给面子 那就不用再聊了 反正节目也播出去了 不是图钱 就是图个面子 三万块钱 谁愿意给大爷这面子 大爷就能跟谁过日子 大爷你也别生气了 这大妈都够意思的了 最起码人家 没让你还饥荒呢 大爷的相亲 以失败告终 我们的节目 也到此为止了 我是爱你们的帝光 下期再见 默默的